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的Liz 我今天要跟你们做的视频是讲时间极简片 这一篇,我之前讲过一个时间极简 但我想今天讲的这个是实用片 就是我自己在做时间极简上面试下来的一个东西 第一个,你知道你的时间是我们生命中非常非常资浅的东西 所以打一个比方吧 你现在,我是把人生看成是这样一个 我们失去一个旅游,在一个旅途上面 那可能开始的时候到结束就是我们一生了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那时间极简片呢 就是第一个让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在没有用的东西上 如果你今天花了 比如说你今天去巴哈马去玩 然后这你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去到处旅游到处看是很exciting 就是你只有这一个星期的时间去 你会把这个时间放在看电视上吗 看电视联系剧呀 或者躲在家里 不会 所以呢 我现在我说的是我个人 我不看电视的 我觉得就单单这一点呢 我们会省下很多很多时间 然后让自己变得更有趣的人 更有用的人 如果说我们把人生就想成是一个一个星期去度假 你不要想是巴哈马你想这个星期是你最想去的一个国家 比如说日本啊美国呀就是喜马拉雅山啊西藏啊 就任何一个是你在你脑袋中是你很向往的一个国家 新西兰啊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吧 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你只有这一个星期时间 那这一个星期你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人 因为你可能一睁开眼睛 你只有这一个星期 你就会出去做很多活动啊怎么样 然后会发现很多很多新奇的事情 你会好好地体验就是experience你的这一个星期的旅程 所以我们要把人生看成一个旅程 就是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人 会做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这样呢我们告诉自己 那我们就不会把时间放在看电视连戏剧上面了 因为电视连戏剧一看呢 就是几十个小时几十个小时的看下来 然后中间我们会抽离我们很多情绪 而且很多情绪是会让我们哭的 因为他必须要让我们弄大哭大笑 那最后呢我们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 我们是活在一个戏里面的人的世界 跟我们生活没有一点关系 所以如果你想要时间极简的话 第一点就是完全不要去清理掉 扔掉所有电视剧 所有看电视的东西 DVD啊或者什么人 让你就是去看这些连戏剧 我说就是连戏剧 但我不能说我们什么都不看 比如说一些很好的documentary 我觉得让我们吸收到很多东西的 我们就要看 我下面会做一篇就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几部电影 那第二个就是 每一天呢 进一起来就起船 我们有很多人呢 有爱睡懒觉或者窝船的习惯 所以我们如果早晨起来的话 眼睛睁开 第一件事情是怎么样 可以让自己不在船上 按那个闹钟 snoose snooze 或者在船上翻手机呢 就是直接把脚踏到地上起来 就这一个动作呢 会让我们非常非常的 把就是有活力 然后开始洗脸 然后你就整个都已经起轮就带动了 所以不要乱在船上 那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我们现在很多很多人工作的时候 都是面对电脑的 所以如果你在面对电脑的时候 第一个事情就是把手机放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去再上网 比如说我很喜欢上的一个晚宴曾经是文学城 这是很多海外华人呢 喜欢去看 然后他们头一页呢 就有很多很多很八卦的广告 我觉得他那些就是很吸引人眼珠 就是告诉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打政坛上面事情啊 然后明星的事情 都是跟我们生活没有息息相关的事情 就是说谁谁谁又出轨啦 然后谁谁谁又有一个什么小山啊 就是很狗血的那些 或者说哪一个80岁的老太婆 又起了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啊 之类的哈 这样的一些新闻 然后这些都是头条 真的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我们人是对 我们人是对这些 我们不能说去怪媒体给我们这些东西 因为他给我们的是我们人 都是点击率最高 是我们把它制造成这样 所以我们人是有这种 不知不觉会去想看这种很八卦的东西 所以他就给我们这些东西 但我们就尽量把它过滤掉 这个其实是很浪费时间 因为你在看一个 跟我们生活没有任何任何 一个交接的一个东西的八卦 我觉得八卦聊八卦呀 这些聊别人的事情啊 这些事情我们尽量都不要做 所以一样那我们就不要去看 所以就不要一打开网页 就去看这些东西 然后你就直接开始自己的工作 比如说你今天的工作吧 你比如说今天工作是要给十个客户打电话 那你就说今天一整天 比如说要给五十个客户打电话 我只是打一个比方啊 那你就把这个事情给分下来 比如说五十个 你今天有八个小时 那每一个小时 五十除以八等于 好难出啊 就是六点多 六点就相当我们就说七个客户吧 那你就把每一个小时打七个客户 你要打五十六个客户 然后呢 那你就说每一个小时打七个客户 这是很容易做到吧 每个客户花一个差不多 我几分钟的时间跟他们聊一聊啊 就是说 或者看他对某一个产品是否感兴趣啊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那我就会建议你们 就是当你计划就变成一个很大的计划 变成一个很小计划以后 然后你就开始给自己说 一个alarm 就是有个很很棒的一个学习计划 叫tomato 就是叫西红柿计划 有没有听说吗 还有就是每工作二十五分钟 我们就能休息五分钟 这个计划我自己在用 那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用呢 我们现在讲的是极简生活 不浪费时间 然后现在我要讲 就是不浪费时间下面有效率偏好 为什么很有用 一个是你可以给自己订时间 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东西在提醒你说 我给你二十五分钟 然后你再把那个目标面再小一点 就一个小时就变成打七个客户 那你就二十五分钟投 二十五分钟你打四个 然后下面二十五分钟你打三个 那就是说你在二十五分钟里 你要打四个客户 这就很容易吧 但是你就他那个APP 他也是APP你可以下载 如果你没有不愿意下载很多东西 在你的手机 你就一个闹钟播二十五分钟 然后想的时候再播个五分钟 给你自己休息 这样就说你给自己一个时间去做 然后五分钟时间来奖励自己休息 那这二十五分钟呢 你做的时候 因为有这个闹钟在 因为有这个闹钟在 你知道你只有二十五分钟时间 然后你的这个目标也不也不是很难做到 给四个人打电话 有可能是四个人之间有两个或三个根本不会接你电话呢 人家都在买 所以说就做起来就很轻松的一个事情 那你就打 于是呢 因为你有这个时间在 所以你会全身贯注着去做这一件事情 因为你只有二十五分钟一定要打四个客人 所以你会全身贯注 如果你没有给自己这个时间计划表 二十五分钟去打的话 你就不会 你可能会去啊 我打 然后打 打一会儿打累了 然后就去吃吃 吃两口饭 然后去去洗手间 画画砖 然后去跟同事聊聊天 你就会这样比较散漫 当你有这个工作的计划表的时候 你会非常非常的有效率 我自己试过 就非常非常的有效率 那我给自己每一天就是六个tomato 就六个西红柿计划 不多 就是六个二十五分钟呢 这样坐下来以后 其余的时间就我想做什么 我可以自己去安排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有效率 自从我加入了这个计划 他说起来呢 只是说啊 没什么嘛 听起来就是 you know 妈妈呼呼 you know it's okay everybody can do that 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 但你真正坐下来 有计划的去做的时候 你真的真的 你按照他这个去做 你真的变得非常有效率 还有一个technique 还有一个就是啊 我们应该叫technique 中文是什么 反正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把它称为pain at neck 就是肩膀上的痛 肩痛 就是你知道当这里痛的时候 有多难受 或者牙齿痛 就是说当你拿到 当你有一个事情 你很难做到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做它 打个比方 如果你开始工作的时候 你把手机放在你电脑旁边 因为太好拿了 所以你一定会去随手拿过来 就比如说打两个客户 你看哎呀 有没有人给我email 然后有没有人给我这个 如果你把这个手机 放在你的 比如说你的办公室的隔壁 有一个很大的储藏柜的 上面最高 就你要爬上去 才去拿的话 你这25分钟 你就一定不会说 啊我刚挂完电话 我看看我手机这样 然后你再走到旁边 然后再用一个楼梯 爬到一个储藏柜的上面 去拿这个手机 只是为了看你一个信息 看看比如说你的好朋友 有没有回你一个什么信息 这样的话 就是说pay in the neck 就是这个事情很难做到 你就不会去做 因为人的脑袋就是这样的 如果说你不想让自己 比如说喝soda 一个不好的饮料的话 但是你今天只有这个东西 可以喝的话 那你就比如说 把它放到很远的地方 那你可能就一天都不会喝水 或者喝这个soda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在见烟见酒的话 那你就把这些烟 你不要告诉自己说 你完全戒掉 你可以把烟放到一个 很难很难拿的地方 然后你就会自然而难的 减少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人类就是很方便 拿得到的东西呢 就会去拿 这就是为什么 山家有一种 就是在超市里面摆的时候 它会在我们视线一样的地方呢 它会放一个比较贵的价钱 然后可能同样的牌子 然后不同的 就一点点不同的 它放在很高的地方 那个东西就会便宜两块钱 可是我们人 完完就是只是买 多花一块 或两块钱 在山家这个地方 一拿一下就走 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意识 就是越南拿到的东西呢 我们不会那么快去做 就是在我们面前的东西 我们反而会去做 所以如果你有些东西 有一些诱惑 不想让自己 你知道你会去工作的时候 不停的吃一些零食呀 不停的吃巧克力呀 甜点呀 那你就把这些东西 放得越远越好 离自己越来越远 你不但会让自己专心呢 还会借掉很多坏习惯 好吧 那差不多 这就是怎么样可以 极简生活里面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 把时间省下来 而且非常有效率的 来做一个事情的 这个极简片 时间极简片 加上就是完完全全实用的方法吧 OK好吧 那今天视频就做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订阅我的频道 那后这个片尾后面 有个小小福利 就让你看一下 我这两三天吃什么 或者做什么 我会放一个小影片在这儿 好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简直到这儿 就叫我 记住 简直到 那 我们下起来 有一终 这是 大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